近日,据俄媒报道,两家中国企业天交航空和中国姓威已经顺利收购了乌克兰航空巨头马达西奇公司50%以上的股份 据了解,马达西奇公司十分看好和中国的合作 实际上,自今年以来,中乌两国的经贸合作已经迈向更高水平 4月份,中国和乌克兰签署了5份合作协议 而上个月,乌克兰更是拿下了价值100亿美元的中国订单 有了这些合作铺路,乌克兰批准中企的收购计划也就不足为奇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收购计划曾经遭到美国的阻挠 不过,乌克兰明确表示不受美国的干扰 毕竟,中资的加入能够为该国的经济带来新动力 对中国来说,这一次的收购意味着中国有望借助该国的先进技术 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环球热点,财之世界 大家好,我是Bekka 快点击关注我们,了解更多财富密码